在我们的党章里面 确保任何的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 如果在某些情况不符合党的决定 或者不根据党的决定 那么他们的党员的身份就会被自动的开除 是的 随着反跳槽修宪案上周在国会下议院通过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就召开记者会宣布 火箭将在9月25号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修改党章 而这主要是为了堵住修宪案漏洞 如果一个国会议员被他的党开除 他不算跳槽 可以有一些如果有新人士他要跳槽的话 他可以不离开党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他做一些决定 违反党的决定 那么要求党来开除他 比如说他在国会的一些动议 他不根据党的指示 他跟敌对的政党 敌对的阵营 站在一起 但是如果党开除他 他不需要先控那个议席 他也不需要正照补选 根据现有的反跳槽修宪案 只有议员退党或是丧失党籍 才会触发补选 但如果遭党开除 就不会丢失席位 陆兆福担心 可能会有议员钻漏洞跳槽 所以才要召开特大 订立新规定 但凡行动党国州议员 在特定情况下违背党义 就会自动丧失党籍 他一旦失去他的党员的身份 我们就可以告诉议长 国会下议院议长 说这一个议员 他已经不是我们党的党员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 议长就有责任说 这个议席必须要协控 必须要正照补选 可是不管是国会议员 还是州议员 不遵从党的决定 就会被吊销党籍 这样一来 行动党领导层 起不成了议员堂 那被问到这道问题 陆招胡就强调 行动党不是铁腕专政的政党 修改党章并不是为了 对付党内一己 又或是无限扩大 党领导层的权力 这是为了确保反跳槽法 更有效力 行动党想要全面防堵议员跳槽 这是修改党章动议 能不能顺理通过 就要看9月25号特大 能不能取得代表的同意 再获得社团注册局的批准了